好 那我們開始今天這一場的議程 那我們這一場議程的主題是 近期的Rescue 排程系統超進化 那我們的講師光臣和Michael 他目前擔任於時間軸科技的主任工程師 那這是他第二次在中研院這邊與講者的身份登場 上一次是在SIGCON 也就是那個學生計算機年會 那Michael今天要為我們介紹的主題是 就是近期的Rescue 排程系統超進化 目前的Curing system越來越多樣化 甚至有很多以MessageCue為底層來實作的Walker 那Michael今天要為我們介紹 他當初為什麼會選擇Rescue來作為他排程系統的原因 以及他在食物架構上面所遇到的各種問題 希望這一場能夠讓大家對Curing system有更深的認識 那讓我們用熱烈的掌聲來歡迎Michael所帶來精采的分享 喂 好 感謝九雲的介紹 那 我先 我其實蠻意外蠻多人到的 因為跟中研院社會人文館有段距離 那首先我想說一聲抱歉 是說那個 那個 簡報上面的Agenda的內容 我不小心答錯了 所以你可能看到有少了一些英文字 我那個 請不要代理 好 再來是 因為今天代表我是公司初期 所以 是掛公司的那個簡報 那我等等要介紹的是那個 Rescue一些 當初為什麼採用啊 然後以及 之前的遇到一些 遇到的一些問題 那 首先先來一段自我介紹 我是時間頭科技的 PAP主任工程師 那我同時也是 PHE的RescuePort的 後見者 那 還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 我是今年的 Ccard的獎者之一 那 如果說你有來Ccard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知道我的名字啦 那時候我是在R2那邊 由於 由於 是 PHE工程師 所以說接下來的 一些 示範用的Code 然後 或是一些講解 都是從PHE作為出發點 每一段演講都會 背後都會有一個故事 那這個故事要追收到很早之前 很早之前 很久很久以前 在公司的Code 看到類似像這樣的東西 他是用 Post去接Email回來 然後再去用FaceGi去 即時會會給使用者 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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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Gi Finish Request 即時會會給使用者 後面再去做寄送Email的動作 可是這樣的寫法後續也造成一些問題 以我們對PHE認識的來說 我們的游覽器 他會先去找那個頁面 譬如說 他可能是MGX頁面 然後後面 會再去驅動PHE的可能是CML 然後CML會送到PHE的Process裡面 然後去做記性的動作 然後但是做記性的動作的時候 他會去跟Mail Server去做溝通 由於我們知道PHE它是Waterfall 它是一路到底 它不會做事件 它不會做事件處理 所以說 如果 所以說PHE在跟Mail Server溝通那邊卡住的話 後面的流程會全部進行不了 後面我又發現了 後面我又發現了 FaceGi Finish Request的問題 甚至 那時候決定是說 這樣的code 不應該再正式這樣出現 因為 可能造成說 Server整個翻掉 然後或是系統的資源耗盡 之類的問題 那這部分的話會牽扯到 FaceGi Finish Request 它的一些特性 那首先第一點是 FaceGi Finish Request 它是未一步執行 那什麼是未一步執行呢 那未一步執行 那未一步執行 意思則就是說 它會先把 它會先把 8分別的資料 先從 那個 先從HTPS Server去圖給使用者 那其實實際上來說 PHAGi還是繼續往下跑的 所以說你沒辦法得知說 我這個頁面結束之後 我的程式是不是真的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一個問題是說 除桌上面 除桌上面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你的頁面其實會不會被使用者 那你後面的一些等錯誤啊 就不會顯示在那個頁面上面 再來就是 一個問題是說 FaceGi Finish Request 它只能在CGI mode使用 後面是一秒 它是FaceGi 所以它只能在 像是PHCGI 或是PHFPM 那如果說你像是 Arobo 它有自帶的 它有自帶的PHP Server 它是透過PHP做驅動的 所以在 在Arobo的開發環境底下 那這支Function就不能多使用 那後面 後面 如果說你濫用PHP 你濫用PHP的FaceGi Finish Request的話 會造成一個 會造成PHPFPM的Port 它的Progress大量增加 像是這樣子 那如果說 你沒有去針對 你沒有去針對 你沒有去針對一個 FPM去做 限制的話 它這個可能會 長得像這樣子 世界習慣 它會底下 全部都是PHPFPM 然後把整個系統 全部全部吃光 看到這個的話 就把電腦關上 就把電腦關上 雙手和紙 假的 這個 這個 這個不是實際上 這個不是會發生的事情 那 我這邊想以一個 我會請網站幫助例子 如果說 在座的各位 有去使用 像是 Google Cloud Google Cloud它有一個 提供很多 像是Micro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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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那個 Instant的實物 那 以Micro的例子來說 Micro Google Cloud Micro Server 它提供的RAM 總共有600Mb 那 實際上 PHPF片 開一個 會消耗掉 5Mb到 8Mb 那算是很簡單 600 600除以5 對 120 對不起我打錯了 好 不好意思 那 等於說 你 如果說沒有 針對 PHPFPM的 POR 去過限制的話 你開120個 它就會造成 PHPFPM的 POR 炸掉 然後甚至說 你的電腦系統 資源會全部耗盡 那 這樣子下去的話 也不是一個辦法 所以 後來 我們就在想說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於是 就提出類似說 我們去在背型執行一支 PHP PROCESS 那支PHPROCESS 會去撈 需要做的工作 那我們去把 需要做的工作 可能存在像是 MySQL 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 可能 儲存 儲存的那個 Database裡面 那後面 後面是提出的 第一個Solution 第一個Solution 是Gearman 那 Gearman 簡單來說 它就是一支背景執行的程式 那 這是 Gearman 它會一直去撈 你的 Adapter 底下的 工作去做執行 那 Gearman 它的特性是說 它分為兩個 第一個是Server 第二個是Clive 那Server的話 就是會去執行 會去執行 會去執行我 我的一些Drop 我的一些Drop 工作 然後Clive的話 可能去說 我去送那些東西 那還有一個特點是說 PMA你可以去控制說 我需要幾個PHPROCESS 去執行我的Drop 然後這樣的話會保證說 我會再出現像剛剛一樣的PHPROCESS 冷炸掉啊 首先120個 然後其實有吃光的情況 那用了DMA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發現了一些問題 像是說 DMA它一個最 最麻煩的問題是說 我們沒辦法去執行 沒辦法說 我要指定什麼時間 去執行這段程式 譬如說我今天可能有活動 我可能是行人節的活動 那行人節的活動 我可能要去發 一些E-mail 或是一些資料 給我的會員吧 那 我 如果要執行這個 如果我要執行這個Drop的話 那我必須在 2月14號當天 去做執行Drop工作 因為CLAIRMAN他的重要是說 我東西丟到 我的Net 像是買自己過的麵 然後再把它撈出來做執行 那我必須在當天做 塞進去的動作 那 那時候GMA沒辦法去處理這個狀況 你 比較麻煩的方法是說 我可能要在 我可能要在 每個神室去判斷說 我要什麼時候執行 那如果說 我沒辦法執行的話 要塞進去 那這個方法不是一個好方法 再來GMA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沒辦法去指派給 特定的Server執行 這裡特定的Server是指說 我可能 我可能要 我可能要處理很多Job 那這個很多Job 他可能要分散到不同的Server 那這個不同的Server 在GMA的話 是指定位置 所以你要去記說 我要去 我要去 在哪個Server去做 這些工作 那後面 維護起來 維護起來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 我每個 每一台都要去記說 他主要是做什麼功能嗎 那再來是 第三點 GMA他對新人是我個人認為 他是比較不太友善的 不太友善的見面 因為GMA他 他主要的Function 他提供了 那時候算是 104個Function 那 104Function 你有可能會全部用到 也有可能 你可能會全部用到 或是你可能只一部分 都沒關係 那可是 新人在你的時候 會覺得說 那100多個 我看多久 那學習曲線 就相對來說 相對來說比較高 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說 GMA如果說 你沒有一次做 Persistent Persistent Cue的話 那資料就很容易隱私 下面的說法是再次於官方 那意思是說 如果說 你在GMA啟動的時候 你把資料都存在 去一起裡面 沒有去指定 Adaptor 我把我的Jump存在哪裡的話 那GMA如果說 關於哪裡死掉 我的東西 我全部都不見 那 後面我們就要解決 GMA造成的 就是剛剛那些問題啊 然後 他可能需要用 比較好的方法去做解決 像是說 我的Server 要去能應付 大量的Request 那就是大量的請求 譬如說 寄送GMAIL 這件事情 我可能按100次 然後我不能讓我的Server 不應付單 再來是 我要能讓使用者說 讓使用者的感覺 就是我按下去 我的工作就馬上做完了 但是實際上 他不是在當下做完 他可能是 他可能是另外一個程式 去做同步執行 再來就是 我要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去讓新進來的能源 然後能去熟悉 能去熟悉 我要怎麼使用 那個Q-System 就是我要怎麼去做我的工作 培集工作啊 再來是 我要去可以擴充 很簡單的擴充 然後 我的JR Server 我要能讓他說 我今天突然要做什麼工作 那我要 我要能透過很簡單的設定 然後就 就能讓他執行 最後面一個最重要的是 因為 時間軸 畢竟是一個PHE的 管理工資吧 所以 最好是以PHE為準 那 因為那時候經驗真的 真的不夠 所以 想了很久 然後想不到很好的解決方法 有想說 有想說 重新可能做一個 類似Gearman的東西 然後把 方形容做簡化啊 然後或是說 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像是用MangoDB 或是用Redis Redis 然後自己來手刻 一刻 做JR Server的 可是 自己做 畢竟有蠻多風險 因為很多 位置的問題 你沒有辦法去 再當下遇到 可能要經過長時間 長時間 這個服務長時間 跑的時候 你才會遇到 遇到那些問題 那 因為那時候經驗很 經驗不夠 所以那時候就很苦惱說 我應該怎麼樣做還可以 那後面 就讀了一些 現成套件 像是一些 現成的 由Message Queue 做成的 例如說 Zerri 跟那個 Zerri 他原本是Python底下的 Python工具 然後 但是Raybmq Raybmq的話 就是 他就是一個 大量被使用的 Message Queue System 再來是 後面 比較後期的 比較後期的 Sight Key 以及說 Bean Store Bean Store 他也是 以Message Queue 作為基礎的 那個 Q System 最後面 最後面採用了 Rescue這個 解決方案 解決方案 那Rescue的話 它是由2009年 由Devang 在 The Hub 就發起 那它原本是 Ruby的專案 到2010年的 時候被 Chris Paul 改成 PHE Rescue 就是 現在正在做的 我們現在上面有的系統 那它主要有 一下幾個人 有一點 譬如說 我可以指定Q 我可以在 每一個 每個要執行的 Job上面 去貼上說 我今天要執行 什麼樣的東西 再來是說 我可以去 我可以去指定 優先權 我可以去指定說 我今天 要做 要做一個Job 那這個Job 它必須 它必須 以什麼 為什麼 要的Q為優先 就是 這個有的話先做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做完 再換下Q做 再來是 它比較有一個 完美的監控機制 它有 我們系的 像是 Rescue Wave Rescue Wave 後面有講到 然後再來就是 Supervisor Supervisor的話 是一個監控說 我的 我的那個 process 不會讓它死掉 如果死掉的話 我還想辦法把它蓋起來 那這部分的話 都是 Supervisor的話 是內線在 那個 Rescue裡面 再來就是 Rescue底下 它可以指定時間 我 我可以指定說 我今天想要 幾年 幾月 幾分幾秒 執行 或者是說 我可能要幾秒鐘之後執行 但Rescue 這個都可以做到 最後面是 再來後面是 那個 它的版本沒有穩定 那時候採用的話 是2013年 從2010年到2013年的話 Rescue它已經算是 比較相對穩定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也是 也算在我們的 考量範圍之一 再來就是 Rescue它 它是 PG Rescue它是 純粹的 就是很純粹的 PG層次碼 然後 也方便回顧 接下來會講到一些比較 架構的東西 那包括說 Rescue它組成了四個角色 以及 以及 它的一些功能 在介紹開始之前 我會先 我會先說明三個 專業名字 第一個是 Gracebook Shutdown Gracebook Shutdown 簡單來說就是 在你工作執行的時候 你會確保它的工程完成之後 你會確保它的工程完成之後 才會把這個程式關掉 然後另外就是 First In First Out First In First Out First In First Out 就是在這個裡面的 先進出 你東西先進去 它也會先出來 最後一面就是 Message Queue 訊息處理頁 這邊的意思是說 我可以把 我的東西 儲存一個 那個 可能以 這上的格式 然後可能以 製作的格式 然後儲存在一個 儲存在一個 在一個系統裡面 然後 透過 透過一個 可能說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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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把它給取出來 好 接下來我要介紹 開始介紹 Drop 那 Drop 簡單來說 它就是描述 無多可要整個去執行的方式 然後它分為 它是由一個 class做 風桌 然後它分為三個的東西 第一個是 Stay Up Stay Up的話 是在 整個 Drop 開始之前 它會去做一些 環境變速的設定 或是我要準備一些檔案 那我可能都在 Stay Up 做執行 然後第二個是 Perform 那 Perform的話 是Drop 的本體 那 它可能會去執行 主要的工作 像是我去寄送E-mail 或是我去 背景產生報表 那可能都會透過 Perform去做執行 最後面是 Tier Down Tier Down的話 是最後執行的 那 Tier Down它可能 它可能是去刪除一些 暫存檔案 不要的資訊 或是回收一些 呃 可能是 不必要 就是回收 不必要的動機 那 Rescue的Drop 會執行完這三個 三個中期 才會關閉 第二個角色是 Worker 那Worker的話 是用來執行 已經定義好的Drop 他是拿來做 Shop的執行者 執行的順序會經過 剛剛的三個 三個中期 那 有一個很重要的是說 Rescue的Worker 他每個都會經過 Rescue Shutdown 就是他會確保說 我的工作已經做完了 那我才把我的Worker關掉 所以說 在Rescue的設計上 他不會 他比較不會去DoShop 另外他會去抓 我去關掉 我去關掉 這個Rescue的信號 然後關掉 處理之後 才去做關掉的動作 再來就是 Rescue的Cue的角色 Cue簡單來說就是 識別 Worker應該去做 什麼工作的標籤 譬如說 在這個Worker貼上說 我可能是 processing video 然後我可能就是 處理 我可能就是處理 影片的工作 然後可能是 send email 然後可能是去做 對 記性的工作 或是 可能是 report 那我可能是去做 像報告的工作 那Cue的作用是在這邊 去識別說 這個我可能應該去做 什麼樣的工作 同時 在你實行 一個Job的時候 你同時要去指定說 我的Cue 要去 這個要安排到哪個Cue 一下 那 外面才能確保說 Job 這個Job 能正確的被摸成自己 再來就是 Rescue的 Rescue的Schedule Schedule的話 簡單來說 它是扮演一個 傳送訊息的角色 它只是促責把訊息傳送到 Rescue底下 然後這部分的話 它不會去做任何說 我今天 我今天我執行 我用Schedule去下說 我可能在5秒鐘之後的執行 那它不會去做自己的工作 它可能是5秒鐘之後 然後把東西送到Rescue那邊 那Rescue如果說沒有撈到的話 它等它下一個週期才去撈 那可能是5秒鐘之後 可能5秒 6秒之後 7秒之後才會執行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說 Rescue的Schedule這邊設計 因為它只負責傳送訊息 所以 如果它正在傳送訊息的過程之中 不小心把Schedule關掉 那Schedule會 Schedule效果就會提見 最後一個是 Rescue它的狀態 Rescue它的狀態 它有Rescue Web 原生的 它是由 Rescue原作者 提供底下發起另外一個狀態 它的作用主要是 主要是去監控說 我的Rescue它有哪些錯誤 或是一些 或是一些訊息 然後或是正在執行的工作 那 Rescue Web這邊它原本是Ruby的專案 由於 它的儲存方式 跟 PH-Rescue是一樣的 所以 PH-Rescue 我們要去特別 Rescue 衛門這邊 另外還有一個特點 它是 即時的 它經費長會像這樣子 這邊的話 旁邊的話是像 Cue Name 然後或是正在執行的 簡單說明一下 簡單說明一下它的一些項目 像是Overview的話 就是剛剛最左邊的標籤 它的內容是Walking Walking是正在執行工作 跟 你定義的 你定義的Cue合在一起 它一起做顯示 方面的話是Walking Walking它會顯示說 我正在執行什麼工作 你可以看到的詳細資料 包括說 我今天丟進去這個Chop 它正在執行 然後它是分派到哪一個 哪一個 Cue底下 然後這個 它有帶什麼參數進去 再來就是Fail Fail的話是 查詢失敗的工作 因為 有些工作它可能會去 丟Reception 那 Rescue它會去把 RescueWeb它會去到 然後 底下有失敗什麼工作 這邊也可以去做 重新執行 來確保說 你的 你的工作 不會 莫名其妙 因為失敗了 然後你不見 再來就是 Cue跟 Workers 那 Cue跟Workers 就是剛剛說的那些 定義 它會顯示在裡面 有正在 正在 正在這個 U-School底下的 工作有哪些 然後最後的話 State State State的話是 Rescue它的版本資訊 那 可以透過 RescueWeb去看到 這些內容 最後面拼出來的 價格會長得像這樣子 由最右上角 它有個 Client Trigger 那這個Client Trigger它可能是 我們使用者 的 網頁 它可能去點擊 網下的話是 Rescue它的 程式碼 程式核心 那這個程式核心 那這個程式核心底下 它會去分 出很多Workers 那每個Workers 那每個Workers 底下又有6Drop 那Drop的話 它會分出來一個 一個Workers 最多 同時只會 執行一個Drop 那如果說 你Drop有 有可能 死掉 或是離開 或是一些莫名的錯誤 季體 可能 可能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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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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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死掉的也只會是Drop 它不會是整個Workers 那再來是Scheduler 那Scheduler也一樣 它會去 它會去 呼叫Scheduler 那Scheduler會去 把資料送到 另一個Rescue 它的DB裡面 它可能叫做 RescueDelay 然後後面會去被 Rescue它的背景執行的層次撈出來 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 再送滾 RescueDelay 那 有人可能會問說 我 剛剛那些 不是 剛剛那些太複雜了 完全看不懂 接下來我會 我會開始 帶一些簡單的Call 然後 可能大家就會不要感覺 像是說 我今天第一個Job 他可能叫MyJob 那MyJob 那MyJob底下可能有做一些工作 他可能 他可能 他可能譬如說我今天要做機器 那我機器可能 我可能要準備 準備暫存的 我可能去圖片 然後可能 準備暫存的那個 圖片檔 那我可能準備暫存的那樣 我們在setup 去做 我要Copy這圖片 然後去 我要去壓縮 然後去裁剪 然後 這部分做完了 做完之後 他會在perfoam去做 寄 這個email的工作 然後順便把它加到 加到attach版上面 附件上面 這外面是說teard down teard down的話 他會去做 可能是把暫存檔給刪掉啊 或是 還是回收一些相關的變數 外面寫成 寫成程式碼的話 寫成程式碼的話 寫成程式碼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首先 我要執行rescue碼 那我先指定我的cue 他可能叫cue1 那 我可能 要去 要去引用 那些 我可能定行的 購買就好 那我可能寫在futstrap php裡面 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引進去 後面我再用 直接執行 並rescue 那我在test的底下 我就會呼叫說 我直接呼叫rescue 名cue 後面是他的default 就是指說 我這個cue的名稱 或是 或是 對我真正的名稱 然後再來是myjob 我這個job的名稱 叫做什麼 再來是arg arguments arguments arguments的話是 我帶去什麼參數 我可能帶收件人 那我可能要帶他的地址 那我可能要帶我的圖片的原本的網址 我原本的位置在哪裡 最後面帶的處置會去說 我可能要去追蹤我這個狀態 可能在另外一個網站 那我可能 下了處置後 我可以去追蹤說 rescue這個job的執行 確實執行 再來我有準備 如果說 用message queue的話 它可能會長得像這樣 因為message queue有個特性是說 我是一直把東西給拉出來 那我不能確保 那我不能確保 我不能確保我的 我的 我的可能 像是radius 或是mangodb裡面的資料 是不是已經刪除了 就是我把它取出來的動作 我會取出來的時候 我會做刪除 那所以通常來說 你又沒去去做實作的話 大部分都是寫在 一支PHE裡面去維護 如果說 如果說我要做到像 rescue的話 那我要去 斜著 有拉出來job的話 就是 有拉出來job的話 我可能要去說 我要去看錯誤他的class 是不需要哪一支 然後下面再去做實習 然後動作 那我可能 要不要作為工作 我可能去做報表 那我可能也要在底下接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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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9291的話 我有100個工作 我又在這底下 100個像這樣的東西 這外面會造成的 會造成的結果就是 我可能 我可能 維護困難 因為 我要去 掃過這100個 100個 革人衣服啊 拿去執行什麼 去執行什麼 內容 所以說 所以說 後來 這也是我們使用 rescue的原因 之一 後面導入rescue之後 也其實沒有那麼碎碎 因為 導入rescue之後 又遇到了新的問題 像是說 我部長環境要對應部長設定的 有些方式他可能一定要接近 他可能定義在開放環境 他可能定義在貝塔環境 貝塔環境就是三年前 然後再來就是 Protation環境 Protation環境的話 他可能是 已經上市了 那 已經上 已經上 上架之後 他可能的設定不一樣 因為我的 正式上的 政府可能比較厲害 那我可以同時 知識很多個 可是你在 開放環境 以及 上版錢的環境 那這些環境他的 政府可能沒那麼厲害 所以說 在不同環境 你要去 維護很多不同的設定檔 這會面造成 維護的人的負擔 也是很 也算是一個 那個 技術站 比如說 像是說 我今天要 我要可以看到 LOG記錄 我要 那我要 可以控制我的 工作的 但一定的數量 再來就是說 我要指定 QNAP 我要給誰知識 後面又是 後面又是 我要載入 避色的資料 那 他一個指定 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很噁心 然後你每一個 每一個不少的 Q 你都要 要執行像這樣的東西 那後面 後面維護上面 就是一個 蠻大的挑戰 後來 後來我們採用了 RESIC Pro 他的 解決方案 那 RESIC Pro 他是用 NIVA FOXTRA的PH 單本 那現在的話 是由我在維護 以及 一個叫做 NIVA Hudson 在維護中 他提供了一個 簡單的YAML Config 他可以去 他可以去 他可以說 我今天只要一個 YAML Config 我可以去解決 剛剛的問題 就是我不用再 我不用再去 用那個 衝動產品的指定 然後把每個指定 都寫入一次 不用 另外一個特點是說 我RESIC Pro 我可以指定完之後 如果說 我今天 我的 我可能真的不然不一樣 沒有 他已經死掉了 那 我的RESIC Pro 會去把它做衝擊 這邊的話 是RESIC Pro 他的Config 那 這Config的內容 大概就是說 我今天要執行 我今天要執行 譬如說 我在這次的環境 那我就執行 FORBA BUS 這三個 這三個Q 合在一起的 FOR 那我執行四個 那如果我說 我是其他環境的話 那我執行 我就執行 FOR 一個 BUS 然後FORBA 一個 這樣設定起來 環境 這樣設定起來 就變得簡單很多了 不過像剛剛 那麼很新的指定 你也不用 維護的人 也不用去記 那麼多東西 那 導入RESCUE Pro 之後 他會長得像這樣子 他會有一個 RESCUE Pro Manager 底下 他會有很多 很多 子的 子的 那子的 全部都是由FOR Manager去做控制的 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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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流程都是跟 一般的 RESCUE一樣 這邊的話 RESCUE Pro 他是其中一個 加強 比如說 我去控制說 我的process 他怎麼樣 怎麼樣的行為 最後面是一些 比較常見的問題 像是RESCUE 它是用Ready Slow Backend 那 他的 用的 interface 他現在是 採用C-Radis 比較早期的 版本的話 是用Residient 那 Residient 他會跟PAP Radius 去做衝突 所以後面的話 就是改成 C-Radis 那C-Radis 也可以去做Cluster 再來就是 RESCUE Pro 他是RESCUE 及RESCUE Pro 他都是採用白名單 所以是設定的 Q 才會去做執行 如果你是執行 沒有設定的Q 那 那個工作就永遠 不會被執行 接下來可能有人就問說 那 我可能 我沒辦法去控制 控制說 我可能要底下的人 去設定什麼樣的QNAME 他有可能隨便亂打 所以說 後面就有一個 後面就有一個Wide Card 那Wide Card 就是一個型號 那個型號會去指定 他會去做所有 找不到家的 就好 接下來是來一點工程時間 我要介紹一下這個 時間軸這部分 因為畢竟今天的話 是掛著公司的名字出來 那時間軸目前它主要是進行三個 業務項目 包括說數位行銷 數位行銷的話 它是由 它是 包括 主要的工作內 主要是精準的廣告投履 以及一些 以及一些那個 廣告分析之類的 那再來就是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部分的話 相信我想必大家都是蠻熟悉的 就是現在原存底下的Fighting 以及Fighting底下的一些資訊 像是Fighting或是Fighting 再來就是雲端生活的部分 那雲端生活的部分的話 都是像是吃了 巷弄 以及巷弄太難 那這幾張照片的話 是公司內部的環境 如果說 有人對公司有興趣的話 歡迎上 1.s.com 然後去搜尋時間軸科技 或是會後可以向我詢問 那 如果說你有其他的問題的話 對公司 如果是這方面有其他問題的話 也歡迎會後私下問我 沒關係 最後一面就是感謝各位 那我的演講到此結束 那這些的話 是我的 email 以及basebook 或是網友之類的 感謝各位 好 我們還有五分鐘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人想要發問 請問 你好我想請問一下 你要用redis queue 那是用redis當作 對 對 那如果redis記憶體滿的時候 你怎麼出 不要說像我 博客掛的時候 message就一直 queue在裡面 所以你用記憶體就一直滿出來 你說記憶體滿的問題嗎 對 那我先問一下 那第二問題是 既然用redis當back game 那你們 用當 queue來使用的話 那你們來tache a path 哪一種 就要說有啊 有啊 那哪一種比較適合的 那第三個是 剛剛很一樣的提到 就是那你們怎麼去執行 Fail queue 是不是從你們剛剛的那個 普通裡面 那你們還是 三個問題 謝謝 麻煩第二問 你也先去再來 好 第一個問題是 當redis的機體滿了之後 你們怎麼處理 第二個問題是 redis的 有很多cash的 policy 對 那你們跟運美前進是 拿來當 queue來使用 那你們是哪使用 哪使用 哪使用 那第三個是 你們怎麼執行Fail queue的 job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這邊 我這邊 同意不會打 一跟二就好 因為一跟二的話 是比較有管理的 redis queue在這部分的話 我們會去做 比較頻繁的那個 bgset 然後它會去存到 存到那個 複碟裡面 那你連滿了 一連滿了 目前這邊有很多 那你連滿的問題 對 目前的話 是很考不到過 記憶連滿的問題 那記憶連滿的問題 這邊 這邊的解法就是說 去做比較頻繁的bgset 然後它可能就是 它原本是 可能是60秒一次 然後我們可能是30秒一次 那30秒一次 我會去把 我也會去把 剛剛的解釋資料 去存在 那個硬碟裡面 那 那下個問題 這問題是 catch的policy 是什麼 catch的policy的話 這不中 我不太用 因為 我們這邊 這邊有 有特別去 用化的 就是bgset 那其他的話 都是照著 其他的話 都是照著原本的設定 然後可能有去針對 radius 去做climation 看到 這個有設定 那其他的話 就原本 第二 那Fail Queue的Drop 你是怎麼去做 什麼行為 Fail Queue的Drop的話 現在有兩 我們先帶走兩種解決方法 第一種解決方法 就是剛剛提到的 提範網 它有另外做出來的 Restive Web Restive Web 可以去做Fail Drop 以傳統做 那第二種解決方法就是 後面 後面 我們去做一個那個 那個 radius 它會存 Fail Drop存在 它叫 radius Fail 裡面 那radius Fail裡面 它就是一些 錯誤資訊 那錯誤資訊 我們會去判斷說 現在做法 我們去判斷說 它可能有帶一些 關鍵的參數 那有關鍵參數的話 我們會去把它掃出來 那掃出來之後 我們會去做 那個 re-enqueue的動作 所以是 事後在 對 那re-enqueue的動作之後 我們會去判斷說 我re-enqueue到幾次之後 我就不應該再re-enqueue 謝謝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再用一次熱烈的掌聲 謝謝Michael 那我們這場議程就到這邊 請大家記得隨身的物品 謝謝